大家好,虫粉的怡胎又来了,四月不减肥,五月涂伤悲,开头先来个灵魂拷问,夏天快到了,你瘦了吗? 怡胎减肥计划已经安排了几个月,至今还没开始,唉,还是再养一个月吧。 体重和身高都是明星比较忌讳的问题,之前咱们已经聊过身高了,今天就从一些节目和官方数据来盘盘明星们的体重吧。 体重弹性比较大,这里仅供娱乐,其实明星的体重一直都蛮神奇的,几乎是想胖就胖,想瘦就瘦,这种超能力一态一向拥有。 之前追妻子的浪漫旅行那会儿,嘉宾因为要参加挑战极限运动,必须测体重,然后就有了各种名场面, 袁勇怡自信满满的自爆加门54千克,实际去世,比预估还重了,当然了,这刚好证明了亮亮姐的官方数据没注水。 张子怡比想象中胖了那么一丢丢,还强行晚存,这个体重搭上164的身高怎么看都是完美身材嘛。 而包文静和张子怡一样,都是102斤,要知道包文静来节目之前可是特地穿过的,那会儿才96斤,旅行10天胖6斤,难道是伙食太好? 对于女明星,不,对于所有几美来说,现场称重都堪比公开处刑。 话虽这么说,大家肯定还是想知道自己的爱豆究竟有多重吧? 可能是一太想知道吧,反正夏天马上要到了,几美们正好根据女明星们的真实体重来衡量一下自己要不要减肥。 No.1 陈乔恩 最近乔恩正和男友艾伦热恋,还被抱一起逛街舔到不行。 老实说,乔恩看起来真的很瘦,而且超美。 他上某综艺时第一次在节目上称体重,当被cue到他假装生气,节目组还特意配上了文字,我不要面子的呀。 尽管内心抗拒,身体却乖乖占了出来。 53千克体重加165的身高,这确定不是完美比例。 可即便这么完美了,小姐姐还是经常在社交平台晒减肥餐。 不说了不说了,义太已经无地自容了。 No.2 王子文 今年小姐姐着实有点火,先是参加恋爱类综艺,接着爆出没结婚但有儿子的瓜,随后又和节目里的嘉宾被拍到一次假戏真做。 在新参加的脱口秀上,又自爆身高一米五九。 这消息一爆出,石瓜群众都炸锅了。 要知道,大家热烈讨论的不是王子文娇小,而是觉得他根本没有一米五九。 这就有点扎心了。 不过老实说,王子文虽然瘦小,但也取消消那会儿气场真不是盖的。 而且看起来是古灵精怪,最觉得是小姐姐私服穿搭很有一套,有需要的可以收藏学习来了。 说远了说远了,说回体重,王子文曾在社交平台自爆体重,竟然还不到80斤。 仪泰真的太木了。 No.3,杨幂。 前阵子大秘密因为漫画腰被顶上了热搜,不过大家应该都get到大秘密的身材了吧。 真的是仪泰永远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之前参加综艺的时候,大秘密的身高体重都被曝光过。 接近167的身高,体重才47.9千克。 完全就是圈里少有的魔鬼身材啊。 在密室大逃脱重测时,依旧是95斤左右,身材维持得也太好了吧。 No.4,景田。 最近大甜甜的思藤都看了美,有没有被美到啊。 她曾经也在社交平台晒过体重,还自我调侃,体重过了百,说明我不矮。 这个语气怎么有点,嗨,不重要不重要,美就完了。 No.5,张雨琪。 张雨琪本身就是忽胖忽瘦的体质。 上挑战嘛太空,她的体重都没过百。 之前因为晒劲照被怀疑怀孕,她直接甩出体重作为反击,并配文,平本市上的肉,在平本市捡回去就好了。 女明星果然都是随便胖一胖,难道只有我没参透减肥的秘诀吗? No.6,热霸。 扬眼的漂亮小姐姐谁不爱看呢? 不管是金鸡像红毯上的黑纱抹胸裙,还是某品牌活动上的白色伊斯林,或者是这张蓝色美人鱼,随便一张都美到冒泡,这美严程度,你她已经想不出什么赞美词了。 但大家应该都知道,热霸有个外号叫胖迪,在节目上她是这样的,这样的,感觉一会儿不看着她,在嘴里就多了吃的。 看到冰箱里有毛豆,也不管熟没熟,拿起来就吃,可就是怎么都吃不胖, 你说气不气?在某档综艺上热霸大方公开了自己的体重,这样怎么吃也吃不胖的体重,仪太想拥有。 No.7,杨颖。 Andra Baby也在公开场合测过体重,金飘飘的92斤。 国际盛典那会儿不少女明星的体重也曝光了,银宝竟然不到90斤,师爷也没卖过90。 注意啊,这是带着高跟鞋和礼服的重量,我烦信我不配吃饭。 对于女明星而言,体重是时刻要维持的,为了上进漂亮,很多人刻意劫持减肥,甚至不惜动刀子来保持美貌。 她们需要时刻绷进神经,时刻控制自己的体重和身材。 不然媒体报道可能就是某某某身材走形,或者胖成这样了。 嗨,体重对女明星有多重要,咱就不多说了。 但是你能想象男明星对体重也超在意吗? 讲真,以她印象里每个小哥哥都帅到不行,对体重焦虑似乎不太多,可能平时太自律吧,可打脸来的就是这么快。 No.1 李线 作为时下的流量小生,李线一直被粉丝称为铁憨憨。 面对侧体重这样的直男环节,她自然是有球必硬。 1米8几的大高个儿才74.2千克,要不要这么瘦啊? 哎呀,放错例子了。 No.2 黄子涛 黄子涛曾表示自己身高1米83,体重70公斤。 没想到部队测量结果为身高180.5厘米,体重75公斤。 大链来的猝不及防,一脸尴尬的黄子涛拒绝承认事实,颇有股不服气的感觉。 不光如此,在和胡一天同台参加活动时,两人对外宣传差5厘米,不过看现场可有大半个头了。 搞得黄子涛一脸郁闷,都不想和胡一天说话了,涛涛认真起来也太可爱了吧。 不过一太看起来难得不行的减肥计划在他们眼里都是洒洒水了。 对于减肥,他们估计只有想和不想,没有不能这个选项吧。 No.3 何炯 梳起身高绕不开何老师,谈到体重当然也不能错过。 大家都知道何老师看起来很瘦,但他究竟多重呢? 别急,何老师自己公布答案了。 陆综艺的时候,他自己公开的体重55.5公斤,也就是111斤,比官方体重略重。 不过这会儿,他可是抱着猫虫重的。 要是按照他自爆身高1米72来看的话,标准体重应该在64.4公斤左右。 他在节目上的数据比标准体重还少8.9公斤。 怪不得看起来这么瘦呢。 No.4 易杨千玺 同一档节目四字滴滴也揭开了自己的体重谜题。 万万没想到,这个大小伙竟然只有56千克,我的天,要不要这么瘦啊。 不过看到他的饭量时,一态突然雾了。 千玺吃饭时刚吃了一会儿,就停下来,表示自己已经吃成了。 有人特意将他吃饭前和吃饭后的画面截下来做对比, 发现前后碗里的面条几乎没啥变化。 这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大男孩来说真的太少了。 原来他的体重都是这样控制得来的呀,突然有点心疼。 看来做偶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No.5 肖战 肖战官方身高183厘米,标准体重应该是72.1公斤。 他曾自爆体重在130斤左右,比标准体重还少了7.1公斤。 不过一态觉得,战战工具不够130,因为看起来实在太瘦了呀。 他曾经在访谈里说,为了上镜让自己看起来帅气, 他戒掉了好吃的习惯。 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面对镜头,他晚上更是不喝水也不吃东西。 这么自律的人活该他活。 No.6 王一博 录节目的时候突然安排了称重洗马,轮到一博的时候竟然只有60公斤左右, 和官方数据打差不差,而且还拿下了全场最轻,我酸了。 No.7 蔡徐坤晒出自己只有114斤,也就是57公斤。 按照标准体重的算法,蔡徐坤184厘米的身高体重应该在72.8公斤。 实际体重比标准体重少15.8公斤。 少了这么多,难怪看起来四肢很迁徙。 送播彩蛋,看看那明星们的求生欲,有机智的。 有讨喜的。 看到这时,义太手里的炸鸡突然不香了。 嗨,马上减肥有可能不行,还是再搜了一期体重接地气的明星,稍微找不一下吧。 最后问一句你的理想体重是多少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义太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四肢太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四肢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 感谢观看